如果人类能进入黑洞,会看到什么?科学家给出了猜想。黑洞一直都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,而且人类对黑洞的探索,一直都没有停歇过。 最近科学家看到了一个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的黑洞,这个黑洞的周围一片漆黑,四周有红光,围绕着一圈,但是中心还是没有看到,不过这在科学上,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了,而且也证明了一百多年前,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了。 霍金对黑洞的猜想也是正确的,在科学领域上,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,不过虽然我们看到了黑洞的一部分,但是黑洞的奥秘还是没有解开,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黑洞的全貌。 黑洞在广义相对论中,宇宙空间内存在一种天体,是时空区率,大到连光都无法逃离的天体,黑洞的引力就是这么大,光线经过黑洞周围的时候,也会被黑洞吸进去。 所以,黑洞常常被人们幻想成是穿越是空的捷径,当一颗恒星衰老时,它的热和反应,已经耗尽了中心的能量,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多了,这样它就没有足够的力量,来承受外壳巨大的重量。 所以,外壳会向中心塌陷,物质将不可阻导地向中心点压缩,直到最后形成体积接近无限小,密度几乎无限大的天体,而当它的半径,一旦收缩到一定的程度,质量导致的时空扭曲就产生了,即使连光都没有办法逃走。 这就是黑洞的形成,那么如果人类掉进黑洞中心会怎么样?如果我们人类能够不死,那么掉进黑洞,是不是能够看到很多东西? 宇宙中所有的星体都有强大的引力,以地球举例,我们的飞机要离开地球,就必须先加速到每秒11.2公里的逃离速度,而黑洞的引力非常大, 以至于只要进入黑洞的范围,就没有办法逃离,我们都知道,宇宙中,速度最快的就是光速了,连光速都没有办法逃离黑洞的引力,可见黑洞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天体。 当你越是接近黑洞的同时,那么黑洞的引力就越大,巨大的引力,能够把你拉成面条一样的形状,然后彻底粉碎。 因为在物理学上,把这个效应称为是意大利面条化。 如果你真的掉进黑洞的话,你会看到和你亲身经历的不同景象,你会发现你掉进黑洞的速度越来越慢,那是因为黑洞的强大引力让时空扭曲,最后你会停留在黑洞的中心。 这也是世界的由来,因为发生在世界内的任何事件,对观察者来说,永远都不会发生。 如果你永远不死之身,那么你站在黑洞的中心向外看,黑洞的时间会变得非常的快。 在你通过世界的那一刻,理论上你是可以看到宇宙迅速地发展到最后的灭亡。 因为进入黑洞的光波,会被发生蓝移现象,让所有的光,变成X光和伽玛射线。 黑洞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探索的奥秘。 现在黑洞的面目已经被人类看到,虽然只是一个轮廓,但是在科学领域,人类的进步还是很大的。 有很多科学家提出,黑洞的中心会不会是一个基点。 科学家认为,宇宙就是由基点爆炸后形成的,基点之所以被称为是基点。 就是因为基点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。 基点是一个密度无限大,重量无限大,质量无限大,温度无限高,体积无限小的点。 黑洞中心可能也是这样的,我们都知道黑洞的引力非常大,但是从拍摄的照片来看,它的体积确实很小的,而且中心还是一片黑。 所以很多科学家猜想,黑洞的中心到底是什么? 会不会就像人类猜想的一样,是一个隧道,能够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时空隧道? 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解释黑洞到底是什么,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,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。 黑洞被称为是和平行世界有密切关系的存在。 宇宙物理学家霍金曾经说过,进入黑洞的物质,是不会永远的被困在黑洞之中的。 他认为,物质终有一天可以离开黑洞,也有可能穿过世界里的通道,到达另一个宇宙。 不过离开黑洞的物质,被称为是一本被火烧成炭的教科书,离开黑洞已经是目前全非了。 虽然这些都是科学家们的一些猜想,但是根据爱因斯坦在一百多年前的猜想,我们现在终于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。 可能现在科学家的一些猜想也是对的,说明定几百年后的科技非常发达,我们能够解开宇宙的奥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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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